一个案例 历经的十几位法官 会不会还是有冤错案 来看这位 当了十年地方法院的法官 平常都不拿相拜拜 很铁齿的 为什么这几年脱下了法袍 改行当技工 还用技工问案的方式 协助警方 侦办轰动一时的烟头案 找到了住室马迹 轰动一时的烟头案 除了一颗头颅 检紧侦办 找不到凶刀血迹 死者的躯体也凭空消失 会在化粪池吗 大同所开挖也毫无所获 但检紧的直觉 凶手就是跟死者同住的二哥 陈家富 但没有直接证据 检方卡关 中间曾照来 他们帮忙 检查官他是 大概在办案 碰到瓶颈查不下去 但是他又有一些 灵力的感应 就是他在 在休息的时候 曾经觉得好像后面有点拉着他 他觉得说 他应该要好好仔细去查 有杀你妹妹吗 凶手他一直都不讲 不讲他都保持肩膜 有时候甚至撞风卖傻 那真的办不下去 那后来透过仙佛的这个指引 那季工后就指派说我还有我们其他几位师姐一起去 他还要带山材去 那后来就第二天早上10点钟在法医研究所 中后的法医研究所 他跟承办的检察官在那边会合 这些自称技工的土俄们 也见到了死者陈婉婷的头颅 那法医有去把从那个 大概他有浸泡子 浸泡然后先把那个头颅先拿出来 那都是浸泡在驸马林里面 那把它摆好以后 后来我们到楼下 到地下室 那就张御师就当时用 那个命中的法门 那把他的魂调过来 然后又跟他讲 就在沟通完以后 暗期似乎有了转机 后来是经过一两个月以后 那才在他们的店铺 还有在一把菜道 因为他本身是厨师 在里面发现了那个 他的唯一的急症 一人近身做法 62岁的吴振东 你猜得出他的另一个身份吗 我以前当法官 苏尔冠 二十一期去搜寻的 那出来73年到花蓮地院 所以总共法官的生涯在 十年 大概十年 前后他才十年 十年的法官生涯后 民国82年转换跑道 改当律师 102年5月12号上年 发生的 拿出厚厚一叠卷宗 仔细研究 平常最讲究法育里的死法人员 怎么会跟技工扯上边 当个儿子是东武大学法律系 毕业那一年 考律师的时候 刚好发现骨癌 所以骨癌的情况 折磨了这个小孩子 差不多有将近五年的事件 吴震东最骄傲的 就是24岁的儿子要继承一波 但土来的二号打乱一切步调 连当时委托他打官司的客户 都看得出来 却爸爸很难收 我那个当事的妈妈 她就跟我讲 她说吴律师 你要不要参考看看 那我有去哪个地方 你要不要去那边问一下 去寝室 去寝室先活看看能不能做什么样的处理 那我当然不好意思拒绝嘛 我就跟他讲说好 而此罹患骨癌 让他走入宗教 走进宫廟 还遇到另一位技工律师张廷真 我就鼓励他 我跟他说我弟弟也是肝癌 带他33岁那一年回去的 所以呢那时候他儿子是30岁 正常壮年 那我跟他说 就说如果真的很严重救不了的肉体 那一定寂宫佛吾老师一定可以度他的灵性 到了第二天 寂宫律师张廷真 来到他儿子的病房 那张律师 当时就把夹衫都串起来 还有寂宫闹 呼噜 还有宝山 然后就做这个 这一盖的这个仪式来了 当时真的是给我心里的憧憬 非常的大 当时我想说他是律师 我也是律师 假的是我 我又没有这个勇气 做这样的动作 灌杯人的眼光 礼拜天办事 下午办事 那我每个礼拜都回去 慢慢地演变了前程 但30天后 儿子还是走了 当时我一直很担心的 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从事法官的工作 那毕竟那个是判人家的生死 这个有很多 我们不一定不可能说 每一件事都判断正确 我会怕说这样是不是会 制造了一些 业的问题 然后给儿子影响 所以后来他们才跟我讲 这不是 就是儿子自己的前世的原意 很容易 他以前是 就是一个幕僚 幕僚能够建立一个大案子 牵着蛮多人 他判断错误 后来那个案子就杀了好多个人 整个人来讨爆我 业子之痛 让他相信前世今生 也决定换上袈裟 技工佛博老师希望我 当一个技工法官 应该是转变是180度的转变 从一个本来就不信鬼神的一个人 到现在不能说 变成一个对宗教相当 执着我相当狂热的 这一个人 50年的好友 惊讶他的转变 换下法袍 穿上道袍 甚至还在技工指示下 接了这件行车纠纷致死暗死 后逼车长达10分钟 最后骑机车的无姓男子 被撞倒在地 电视器就是他从后面 把他撞下去 然后就把他拖醒 肇事的皇姓男子找上枕东 当时报纸又报道 人家吃得很难 那个那么严重 那也没有人律师敢接嘛 那技工合合就跟我讲说 同意 你好好感了解看看 那后来我就问他过程了 过程了 然后后来技工合合 就在前面问 教人说 你要不要接这个案件 问他要不要接案件 那我当时实在也有点为难了 决定结下案件以后 挑战才要开始 我们到那个地方 技工合合就叫我过去 他说这枚要好好查清楚 到复地是撞下去 还是倒下去才撞下去 我们都不知道 那从电视上看到的 应该是就把它撞到对不对 车过来真的不是那样 那那个法官也非常仔细 把那一段的监视录影带掉出来 才能够隔放 一秒钟把它隔放成三十个 他看到转弯 他转的是转得太急了 急太有搭 所以人家说 汽车巴士是陪练嘛 转下去 人练下去 车越过了 是摩托车倒了才过去的 不是把它撞倒嘛 转车事实上也有踩刹车 刚好对面这边有那个驻驾 它有外面的那个白铁的铁门 所以这个照起来 刚好就有看到那个红光亮了 所以逐渐它是有踩刹车的 但肇事驾驶刹车不及 还是撞死五星骑士 原本检察官以杀人罪起诉 最后法官将肇事的黄姓男子 依伤害致死罪 判刑3年8个月 虽然起刷肇事杀人的罪名 该有的刑则还是免不了 即便判决在当时有所争议 私者家属也不满意 他造势者不仅是 不仅是造势者 而是杀人凶手 太可恶了 质疑法律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人 但吴震东还原事发经过 也透过宗教力量 给了不一样的答案 你在法庭你在穿法袍 律师袍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在论理 要讲法的地方 所以在法庭是讲法语情 但是你穿了老师 适的这个袈裟之后 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是讲究慈悲 慈悲所以要讲的 反过来讲 情理法 法官 季公 两者间看似冲突的身份 或许有人不认同 但给了吴震东 不一样的人身体悟 再见 再见 对